我老家有句古话叫 家鸡打了团团转 野鸡不打转转飞 寓一家孙和外孙的本质区别 意思就是说自家孙子 你拿着棍子撵 都撵不走 而外孙呢 稍微一得罪就脚后跟对着你 再好也养不佳 由此在我们老家那一代 还有把外甥比喻成白眼狼的说法 可我恰恰相反 我对外公外婆比对爷爷奶奶感情更深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外婆家长大的 外公外婆一共生育五个儿女 我母亲排行老三 上面有大舅和大姨 下面是小姨和老舅 我是父母的第二个儿子 只比哥哥小姨岁半 那时候农村计划生育抓得还不那么严 可能是奶奶也是被孙子辈们磨够了吧 所以在她得知我母亲怀二胎后 奶奶强烈要求母亲去做人流 说孙子太多 她带不过来 但母亲怎么舍的呢 毕竟这又是一条生命啊 去堕胎那不是变相的在草菅人命吗 所以母亲没按奶奶的要求做 结果奶奶公开发话 你生可以 我不会帮你带 自己想办法 母亲倔强 奶奶强势 这婆媳俩还真杠上了 就这样 在我出生后 奶奶就拎了二三十鸡蛋 和一只老母鸡往母亲房里一放 看了我一眼 就走了 整个月子都是我母亲自己洗尿布 自己做饭 奶奶管都不带管的 在外婆过来送月子里的时候 母亲也忍着不跟外婆说 没人带孩子 怕外婆操心 其实奶奶当时的做法可以理解 那时候还没分田到户 一大群孙子围着她转 还得负责给老叔一家做家务活 确实是忙不过来 就这样 我父母一去上工 就把我往摇篮里一放 中途队长照顾母亲回来送一遍奶 直到生产队统一收工 即便这样 奶奶也很少看我一眼 一直跟母亲赌气 谁劝都不听 听母亲说 每次她一回来送奶 摇篮里屎尿一包的糟 由于长时间被湿尿布泡着 我屁股上都长满了湿疹 就这样 不知不觉过了三个多月 后来终于被外婆村上一个卖货狼挑的人知道了 回去把这件事告诉了外婆 外婆闻听连晚赶过来 呵斥母亲道 你也真够心狠的 现在孩子小 一个人睡在窑窝里不会翻身 稍微大点这样怎么行 不生不疼 生了就要好好待她 面对外婆的数落 母亲流着泪不说话 外婆看着面黄肌瘦的我 又愁愁孤立无助的母亲 就对我父母说了一句话 你们俩要是放心的话 我明天就过来把二子接走 反正你大哥家的老三也要照看 一只羊也是放 一群羊也是放 母亲一听 喜极而泣 说 正好我也没啥奶水了 你就把它带回去养吧 就这样 第二天上午外婆在老舅和小姨的陪同下 用两个箩筐 一头挑我 一头挑一床棉被把我接走了 从此跟外公外婆 一起过了七年之久 直到我上学才被父母接回家的 其实把我接回家养 外公外婆是顶着巨大压力的 首先反对的人就是我大舅和大舅妈 他们俩认为外婆多管闲事 帮人家养孙子管什么用 只不过他们反对无效 因为那时候大舅一家早已分开 换句话说 我也不吃他们家一口粮食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 小舅那时候还没结婚 家庭关系没那么复杂 在我两岁多的时候 外公外婆把小儿媳娶进门了 所幸小舅妈是个善良的好人 他倒也没计较我这个白眼狼 后来随着老舅两个女儿的出生 外婆就更累了 一大家人吃喝拉撒 他全管不说 一个人带大大小小四五个孩子 尽管这样 外婆也从没让我父母把我接走 听我母亲说我从小就嘴甜 聪明 生得外公外婆和老舅 舅妈的喜欢 他们舍不得送走 用老舅那句话说 我把道场边扫干净一点 也够二子吃的了 孩子多 外婆从没喊泪 就这一点比我奶奶强太多 但让外公外婆不称心的就是 老舅和老舅妈婚后结怜 生了三个女儿 也没能生出一个孙子来 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 我外公外婆也脱不了俗 记得我三表妹出生时 我老舅妈坐在床上哭 恨自己肚皮不争气 只听我外公在堂屋那把椅子上坐着 抽着闷烟 嗡声嗡气地说 不怕 接着生 不生儿子不收兵 后来 老舅妈在她三十六岁那年 东躲西藏 生下了表弟宝序 外公外婆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把几个孙女拉扯大后 外公外婆也老了 那时候经济条件确实不好 在生产队时 家里也就老舅夫妻俩和小姨 是主要劳动力 后来 小姨出嫁 外公身体不好 农活基本就全套老舅两口子自己了 好不容易分田到户 总算解决了温饱问题 可为了生儿子 老舅住的那三间屋 连门框和窗户都被挖土机撬走了 真正穷的家徒四壁 只可惜那时候也没门路出去打工 老舅和老舅妈 也就在几个亲戚的村庄东躲西藏 把表弟生了下来 老舅孩子多 经济条件跟不上 为了帮小儿子一把 七十多岁的外公 还每天扛着二尺霸出去开荒 外婆到上岁数的时候 姚已经工程C型 但还是起早贪黑 帮老舅做家务 带孩子 每到星期天或者放寒暑假 我背着书包拿上两件换洗的衣服 就会自己往外婆家去 哪怕是帮外婆再造下添把柴火也好 虽然外公外婆是那么辛苦 可还得受气 他们倒不是受老舅两口子气 而是受那个不讲理的大舅妈的气 记得有一天 大舅妈趁老舅他们不在家 当着我的面 骂外婆是老家贼 吃里扒外 偏心偏干 说好处都让小姑子和小叔子站近了 外婆被大舅妈气得手直抖 外公端着饭碗准备往大舅妈脑袋上扣 结果被邻居拉开了 而大舅呢 缩着脑袋也不敢吱声 那一刻我发誓 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顺外公外婆 专门买好吃的送过来 馋死那个不讲理的泼妇 可子欲养 而亲不带 在我上初二的时候 外公去世 后来读高一的那年 苦了一辈子的外婆去世 在外婆患病期间 我母亲一直一不解代 在病榻前伺候 考虑到老舅孩子多 负担重 医药费都是我父亲拿的 外婆在弥留之际 拉着我母亲的手说 你们几个我都放心 唯一不放心的就是桂华 老舅 孩子多 往后我不在了 你们姐妹也要多帮帮她 母亲含泪点头答应 后来 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我大哥虽然没上大学 但因为会装潢手艺 成了小包工头 自己谈的对象 欲有一双儿女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高考那年被医科大录取 后来在省城一家三甲医院 当脑外科大夫 妻子是十一中的教师 我们家是一个儿子 虽然外公外婆不在了 但我对老舅一家感情深 几个表妹到城里来都会来我家落脚 我们相处的相亲兄妹 后来表弟也读了大学 我托关系把他安排在一家汽车制造厂上班 工资待遇都不错 可要想在城里站住脚 必须要买房的 但老舅两口子这么多年土里刨时 哪有钱买房 众人食材火焰高 在我的牵头下 我和三个表妹各尽其力 拉赞助 老舅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 终于给表弟在城里安接了一套房 后来娶了儿媳妇 把表弟安顿好后 老舅两口子总算松了一口气 如今虽然说老两口没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 但儿女多 个个都孝顺 在村里过着笔上不足笔下有余的生活 老舅其实人很聪明 只不过被儿女多拖累了 一辈子只好守着黄土地过日子 这么多年每次我回去看望父母 肯定不会把老舅落下 至于大舅或大舅妈 除非是碰上面了没办法 才给他们拿点东西意思意思 老话说得好 没有春风 哪来秋雨 爱出者爱返 福来者福往 我去别对待两个舅舅没有错 只不过每次回去我给老舅钱 他都退让不要 说我这么多年对他们的帮助已经够大的了 再说他体谅我们生活在城里也不易 但就像老舅当年说我的那样 把道场扫干净点 都够二子吃 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同样的道理 我在外少喝一顿酒 少抽一盒烟 孝顺他们的钱还是有的 何况我现在过得还不错 但每次看到老舅跟我拉扯的气喘吁吁 我就不再坚持了 我了解老舅的性格 稍微占点便宜 他会睡不着觉 所以我临走时肯定把几百块零花钱压在家里的某一个地方 等上车了才打电话告诉他 人是感情动物 尤其是重感情的人 所以每次我回去老舅把我当作上宾 恨不得把老鼠洞里的东西掏出来招待我 虽然如今的我已经是响当当的脑外科主任了 但在老舅嘴里 我永远是他的二子 而我呢 就喜欢听老舅喊我辱名 老舅虽然一辈子从事体力劳动 但身体一直很硬朗 每年我都开车回去把他们老两口和我父母一块接过来做个体检 就数老舅身体好 一点毛病都没有 他经常自豪地说 人活的就是心情 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没事 到老儿女们孝顺 那是最好的补药 所以老舅不但在家把房前屋后种了许多菜外 门口还有一亩多地自留地 又被他老两口种着五股杂粮 老舅说 这些他都是给我们在城里的孩子种的 纯绿色产品 听老舅这么说 我就表现出特别感兴趣的样子 对老舅说 老舅 我们在城里买不到这些无污染的东西 都是农药残留 你只要家里收什么上来了 你有空就给我送过来 我喜欢吃 老舅一听 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直拍手 连忙说 好好好 这好办 现在交通方便 村里好几辆车到你们医院的家属区门口 我给你送过去 就这样 我跟老舅达成了协议 从此后 老舅在春天给我送自家温棚里的大蒜 菠菜 韭菜等等 夏天给我送茄子 豆角 辣椒 还有老两口自己养的小公鸡 知道我爱吃年玉米 他特意种了三分多地 有时候冬天回去还有的吃 原来都是他煮熟了储存在冰箱 就是等我回去 每年新花生下来 他还给我送自家榨的花生油 这不 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 说红薯和南瓜都收上来了 他准备给我送过来 每次老舅打电话来 我们也俩聊得热火朝天 笑声朗朗 说实在话 我对老舅的感情 一点不亚于我父亲 妻子听我又要让老舅送南瓜红薯过来 他在一旁用手点点我 埋怨道 你这人就跟个孩子似的 听见风就是雨 老舅那么大岁数了 还让他费事送这些东西过来 其实菜市场啥都可以买到 我冲他摆摆手 笑着说道 你不懂我真正的含义 我不是想吃红薯 南瓜 而是想哄老舅开心 让他觉得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 再说老舅的脾气我知道 轻易也不接受我给的钱 那么他每次来 我不但可以陪他吃顿饭 还可以送他茶叶了 几瓶好酒了 等等 妻子听到这 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去笑着说道 我还喜欢听你在老舅面前吹牛呢 说什么这些都是别人送的 我吃不完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笑着说 嗨 谁不希望自家孩子有本事啊 我善意地吹吹牛 无伤大雅 我这是再换一种方式孝顺老舅 只希望他健健康康地享受晚年生活 我这辈子没机会报答外公外婆的恩情了 那么就让爱延续下去 希望每个季节 我都能吃上老舅送来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ì 订阅社交通